今天台湾大头条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到欧洲访问 今天传出了 祝德代表不闻不问相当失礼 好这话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这是肖美琴在自己的脸书 发表了让的一个看法 肖美琴是陪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欧洲进行参访的 但是肖美琴认为 这个蔡英文在德国访问期间 我国祝德代表不闻不问 实在是太夸张 外交部有所回应 外交部的回应表示说 其次曾经派人接洽 有没有需要来协助 是民进党婉拒才没有接待 聆听德国议员介绍柏林车站 蔡英文表情很认真 访欧之旅首站先到德国柏林 只是陪同的幕僚肖美琴 9号却在脸书po文 透露驻德国代表处 在主席出访间 不闻不问 没看到人也没听到电话 这些行程的安排过程里面 这个代表处确实都是不闻不问 是说什么 我们提出的需求 那他们隔天就来一个公文 说不可能啊 排不出来啊 就拒绝我们了 德国代表处这样的态度 是真的我这十几年来 在这个陪同那么多任 当主席出访 倒是还没看到过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国民党的行政不终于很清楚嘛 那主席到德国去 当然住德国代表 不敢去踏去 不敢去 不敢去接触 都在政治考量嘛 有公务的行程 有拜访的行程 你都应该义务上要协助 不可以大小孩 同党同志为参文抱不平 脸书网友也纷纷回应 有人讽刺 住德国代表处是巴不得你们迷路 等到1月16总统大选后再回来 也有人搞笑 住德代表没在看 目前的总统民调 如果有的话 晚上可能都会回来 帮你们盖棉被 甚至有网友直批 国民党小心眼 不过外交部文言是大声喊冤 我们也请教他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他们都很客气 晚些 就是这方面就不用 在法兰克处理公务 思想的说法 显然与萧美琴有出入 尽管外交部解释 住德代表魏武烈 当时仍在外地处理公事 才没有亲自接待 只是外交部的消极作为 不免让人有大小眼的观感 三日新闻 邱婉柔 王燕军 采访报道 好我们来看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即将结束 访欧之旅 最后一战到英国 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伦敦政经学院 刚您看到了 这个母校校校长 祝福他成为女总统 而事实上 蔡英文回到过去念书的地方 赫然发现 哇他不一样了 他被学校将军的 美国总统甘乃迪 前日本首相 麻生太郎 都并列在世界级领袖的 校友名单 背着黑色包包 就像从前念书一样 蔡英文独自走进母校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某一桥 小英主席 还颇有几分学生位 拜会该校 著名政治学者赫尔德 蔡英文满脸笑容 看来重回母校 蔡主席 心情很不错 说到伦敦政经学院 可是人才辈出 像是美国前总统 甘乃迪和前日本 麻生首相 都是毕业于此 而且仔细瞧 在该校世界级领袖 校友列表里 咱们小英主席 也是名列其中 真的是另类台湾之光 期间蔡英文 也拜访伦敦政经学院校长 校长更是名利蔡英文 明年总统大选可要有好表现 过去的一个校友 有私生的情谊 所以特别祝蔡主席 在明年初的一个总统大选 能够顺利成功 蔡英文访欧行 即将画下句点 蔡英文不止和欧洲学者 交换至国理念 也顺便回到母校 重温学生记忆 三天新闻 王彦均 邱婉柔 台北报道 不过即便是访欧行权 这个民营党现在的总统